太大意了 我们做摩天轮竟然门都没给我们关 你让我们什么心态 门都没关 一百多米的高空门没有关 本来以为摩天轮随着深空门会自动关上 却没想到上升至半空时门依旧大开 令一家大小本事温馨的时光瞬间变得惊吓 这个小女孩都已经扑掉了 里面不能关吗 里面不能关吗 因为外面能开和关 本来这个建在安徽合肥商场的摩天轮 从开始营运以来 都是当地人气相当高的景点 却没想到这次竟发生 工作人员忘记关门的疏失 让游客量在一百公尺的高空 这个的话是我们当时 员工的一些一出呼吧 然后或许我们现在已经在加强管理了 不过糊涂的员工还真的不少 当时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有工作人员过来 就让我们上去了然后就完事了 特别的危险 我们都不敢靠近那个门 就二个那个紧接链 就这样我们一路开着 从高空返回地面 天津之眼作为天津著名地标 直径有110公尺 加上基座的部分 距离地面最高可达120公尺 相当于40层楼高 也发生过工作人员未关门意外 却没想到这回在安徽 也发生相同的事情 由于开关只能在车厢外面控制 不免让人质疑 母天人的安全设计 将乘客的生命都操纵在工作人员手里 今天影片与综合报道